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鬼咔 chan 我是安生 今天要开箱的乐高是我实际真正去过的地方 位于印度阿格拉被誉为世界七大奇景的 The Pants 太极马哈林 这个盒阻是当年同行一起去太极马哈林的 其中一位友人送我的生日礼物 感谢小宝大导 现在看看盒子的正面 建筑系列 编号21056 总共2022片 盒子是非常有質感的黑色 正面就是太基瑪哈林啦 左上角還有他位於的地方 印度的阿格拉這個城市 側面是正前方的一小角 盒子上面就是太基瑪哈林 正上方直接拍下來的圓頂 可以看得出來如果是強迫症的話 去到印度真的會非常舒爽 到處都是這種對稱的東西 另外一面 黑漆漆沒東西 背面也很厲害 最左邊是說這棟房子 好像是可以拆成三個部位打開 中間主要就是建築正前方看過去的畫面 真的是一個超級對稱爽 然後是拼起來之後的尺寸 還有這個我印象也超級深刻 充滿對稱的拱門 下面是內部靈寢 應該大家都知道太基瑪哈林就是一個靈寢 裡面其實是放棺材用的 不過那邊是不能拍照的 所以我沒辦法提供我自己拍的照片 不過有個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 那時候我們在裡面排隊 就是可以去棺木旁邊繞一圈參觀裡面這樣子 然後我後面的印度人就跟我說 不要理他 不要聽他講話 不要給他錢 我想說蛤 什麼東西 結果三秒之後果然就有另外一個印度人衝過來 還穿著一個背心 然後就跟我們開始介紹說 這是西元什麼時候幾年建的 那時候故事怎麼樣 這個官是誰啊 這個是誰啊 總之就好像他是官方請的導覽人員一樣 我們當然就是 因為一開始也不知道後面的人在講什麼 然後就加減聽一下聽一下 最後那個導覽人員就伸出手說 跟我們要錢 因為我們聽了他講的導覽 所以要跟我們要錢 那時候我才懂 原來後面的人是在講說 會有人過來要錢 假裝是官方導覽人員 他根本就不是 但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可以跑到那個棺木的旁邊 還穿著一個背心 但他根本就不是官方請的人員 反正印度很多這種很奇葩的事情 然後最右下角 這是從比較遠的地方看過去 應該也是大家看到太極馬哈林的照片 都會最多人拍攝的一個角度 真的非常漂亮 很值得一去 好 那我們就開始開箱 打開說明書前 請容許我花個30秒先補充一下太極馬哈林 太極馬哈林就是個... 零 也就是安葬死人的地方 雖然說坐落在印度 但其實跟印度人的關係 並沒有大家想像中大 只是剛好蓋在了現在處於印度的領地 當時這塊土地是蒙烏爾帝國的領土 阿格拉甚至是當時他們的首都 隔壁的阿格拉紅寶嚴格說起來也是蒙古人蓋的 太極馬哈林安葬的就是蒙烏爾帝國第五代皇帝 沙賈函 為了紀念他的第二任妻子 基曼巴奴而蓋的領墓 太極並不是基曼巴奴的稱號或是中間名什麼的 而是音譯皇冠的意思 興建太極馬哈林這個全世界最美的陵墓的想法 正是基曼巴奴自己的遺願 1632年開始蓋了大約20年左右完工 整個建築包含每一塊寶石、水晶都是完全對稱的 占地總共17公頃 比大岸森林公園的一半大一點 又被稱作光輝之墓 印度穆斯林藝術的瑰寶奇葩 好 來看看說明書 一打開會先看到的就是太極馬哈林最具代表性的正前方 順便提一下 前面的這種英式草坪是最近100年左右才有的 隔壁也就稍微提了一下太極馬哈林的歷史 座落在阿格拉雅木那河旁邊 是世界最知名的陵墓也是永恆之愛的象徵 最具代表性的白色象牙大理石 終於被做成樂高建築系列的比例 接著是一段我前面提過的歷史 還有提到動用了超過2萬個勞工和1000頭大象 花費超過3200萬印度盧比 根據維基百科是大約等於現代的8.27億美金 底下的照片就是林寢的內部 翻頁之後就是設計團隊啦 設計師原本就受過建築相關的訓練 目標則是重現太極馬哈林的各種細節 並且也把洋蔥形狀的圓頂 以及拿起來後會看到前一頁那個林寢的部分 以及再移除掉一層之後才是真正的弟弟陵墓 旁邊還有幾張樂高的小照片講解細節 像最頂部的金色裝飾 這個其實是蒙霧的帝國的象徵 叫做塔木架 周圍的4根宣禮塔是用齒輪零件做成的 還有建築邊緣的裝飾也是用滑雪上做成的 右邊則是完工之後拆下屋頂的樣子啦 然後就開拼 最前面的部分當然就是打地機啦 接下來就是大量重複的鋪地磚 雖然有2000多片 不過其實很多都是1x1的小零件 順便分享一個拼這種大量1x1對齊的小技巧 如果你和我一樣看到沒有垂直水平會非常不舒服 可以像福特汽車一樣一次先做好重複的一件事情 第一步驟先全部簡單快速拼上 第二步驟才開始直接用四個方向對著桌面壓一下 這樣就可以很快速壓出對齊的1x1了 因為整棟建築都是對稱的 所以即使拼主墊也都是一次拼兩組兩組 蓋好之後放上地機 這邊有個有趣的小細節值得提想 建築邊緣的某些柱子是這樣一個一個用圓柱拼起來 最後才用一個小機械手臂藏起來固定的 主墊蓋完之後就是去蓋前面提到的放置石棺 觀光客可以去參觀的房間了 前面提過我太極馬哈林各種角度看都是對稱的 但其實我實際到裡面才發現石棺的位置並不是 原因是最早的規劃只有放置皇后的石棺 所以皇后的已經擺在最中間 後來沙甲函死後他的女兒才把他的棺放在皇后的旁邊 這個細節在這盒組也完全還原了 確實是一個放在正中間一個偏左邊 接下來就又是一連串的對稱 拼裝過程說明書也會不時提下關於太極馬哈林的故事 例如有提到說一般認為太極馬哈林的主要建築師 烏斯塔德艾哈邁德拉荷里其實是個波斯人 也有提到另外一個很有名的傳說 是原本沙甲函要在亞木那河的另一端 清建一個黑色大理石版本的太極馬哈林 還有提到說前面提過的沙甲函的官是唯一不對稱的元素 最後這個我是看樂高說明書才知道的 原來外面四根柱子的角度其實並不是完全的垂直 而是有一點點的往外傾斜 是為了避免萬一倒掉的話才不會毀掉主建築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建造過程則是頂部的洋蔥屋頂 內部用的方式非常巧妙把顆粒都藏起來了 最後變成一個很像神奇寶貝球的結構 旁邊四顆相對小的洋蔥也用了前面提到的機械手臂 最後插上金色裝飾才拼上去就完工啦 拼起來之後底座是23x23公分 說真的我覺得這組的大小我個人覺得比較剛好一點 之前的10256我一直遲遲沒有入手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拼起來底座高達51x51公分這麼大 大約是這組的4倍大 買真的不知什麼問題問題是實在不知道怎麼放 這組算是一了了我一直想要一頓 樂高太極馬哈林的希望大小也適中 最前方也有著建築系列都有的建築名稱印刷磚 往後面一點點一大塊一大塊直立的大理石 用樂高這塊零件拼起來真的是非常傳神 這邊的黑色小三角形就是遊客上來的樓梯 不過我沒有拍到樓梯往上的角度 只拍了往下離開的樣子 左邊這邊墻就是樂高這一塊啦 至於上樓梯之後這個搞死強迫陣的雙色交錯地磚嘛 實際上真正的這邊全都是白色大理石 大概是為了呈現這些天然大理石顏色有點深淺不易 又要呼應整棟建築的對稱所以才這樣設計的吧 最巨大的拱門形狀也很對 比剛才提到的10256形狀還要接近實際的樣貌 裡面用了網裝的零件也算是很還原了 周圍的小拱門雖然形狀沒有像真正的太極馬哈林 但數量該有的都有 搭配上前面提到的柱狀零件也是完全沒話講的微妙微笑 第二層的小圍牆原本有非常多細緻到不行的裝飾 這組樂高直接用網裝的零件來增加細節 也算是個非常聰明的做法 效果絕對比一塊磚直接放上去好太多了 總共16個小尖塔雖然拼的時候也是有點無趣 但最後的成果讓整個建築加分很多 4個小洋蔥的頂部用了金色零件和頂部最大的不同 也算是做出了區分 上面這層因為遊客無法上去我就無法講解太多了 整個拼完之後二樓中間這塊區域是可以很輕鬆整個拿起來的 打開後裡面就會看到剛提到不能拍照的空石棺房間 這個因為實在太光滑了其實有點難拿起來 而且拿起來後如果要看到裡面的石棺就還得認真的拆掉 最後就是真正的安葬之處啦 同樣也是一個在正中間一個偏左邊 主建築大致就是這樣 4個角的尖塔因為比例畢竟比較小 細節就沒有這麼多了 不過用齒輪增加細節量也算是蠻聰明的啦 整個拼起來真的是放眼望去每一面都美 太吉馬哈林的細節實在太多太多了 例如大門邊上其實是用碧玉或是黑色大理石裝飾上去的黑色書法字 每一面牆上的花紋還有浮調整整都是美到不成人形 細節量大到真的是去到了現場也很難認真看完 飛上推薦之後如果一行驅緩了 有機會一定要親自跑一趟印度親眼看一下 這個除了奇蹟之外 真的是不知道怎麼形容的超巨大藝術品 現在去不了也很值得先花時間Google一下啦 如果也去過太吉馬哈林 那這組真的沒什麼好猶豫的 價錢不高 細節超多 整組氣勢有到位 雖然白色樂高放久了會發黃 但真正的太吉馬哈林也是有點變黃 所以OK啦 沒去過的話先買起來放 之後拼過了再去一定會更有感覺的 感謝你花時間看到這邊 頻道裡還有許多其他樂高的開箱 記得點進去看看 我是安生 下個影片見